自從跨年到最近 台北的天氣真的蠻冷 甚至有些山上還在下雪 雖然台灣還沒有波士頓來的冷 但濕冷還是令人蠻難受的 位於歐亞板塊邊緣的台灣 有很豐富的溫泉資源 而且在這種天氣就是超適合來泡湯 剛好我爸媽沒有泡過陽明山的溫泉 今天就決定帶他們來 Eat first, they said So when you go in the hot spring, you look like a fat piece of shit I look like a fat All I need is you, baby, baby Purple brain Oh! Mum! Mum! Eww! Your saliva's all over the place Oh,太燙了啦 Oh,太燙了啦 Oh, one's hotter Isn't it? Yeah 我爸媽以為來溫泉是來減肥的 但如果你女兒是個YouTuber 然後趁你吃飽飯拍你半裸體的樣子 那就要小心了 當我們在泡湯的同時 我爸媽一直跟其他人比較身材 問我 Christina,我看起來有那麼胖嗎? 但我們家就是有這些台灣和美國兩邊最好跟最不好的基因 大家想到美國可能就會想到漢堡、披薩、還有胖子 的確 在美國過胖的人有超過7000萬人 也就是39.6%的美國總人口 但相反的想到台灣可能就會想到有好吃的美食 還有它的方便性 不過根據國民健康署的統計 45歲以上的人無論是男生或女生 有超過50%以上有過重甚至是肥胖的問題 讓我們落在亞洲排行版前幾名 這是Amanda 她是我之前上班認識的好朋友 有什麼事她都很照的那種 但Amanda也有她的故事 雖然Amanda吃了這個超級美味的漢堡 可能就接近了1000大卡 再加上薯條還有濃湯 就快等同一天的熱量 但看Amanda也是過來人的份上 今天吃得開心最重要 我媽跟我說我出生的時候 醫生拿給她西方人跟東方人的骨架 雖然我們都是人類 但基因上 東西方的身形還是有些差異 但兩邊的共同點 都是可愛的異胖體質 這是我們家裡的BMI圖 我們家四位成員大概落在這幾個位置 正常人的BMI範圍是在18.5到24.9 所以看下來我們家唯一有過胖問題的就是我爸 雖然我是家裡面最低的BMI 但我曾經也是個大胖子 你看光這個Cup就差很多了 其實最近留言也有一些觀眾發現我媽媽變瘦了 廢話他從這樣變這樣耶 我弟友他超愛吃的好不好 但他一直都在維持他的身材 我們家是易胖家庭沒錯 但如果我們可以甩掉好幾公斤的話 你一定也可以 自己我期望2021可以是一個健康年 我打算花三個月來撿5公斤 對呀 如果三個月失敗那我就放棄了 哈哈 因為太愛吃飯 對啊 Wongin,你需要怎麼說? 拜拜 不要受疫情 我不會 CORONA不喜歡我 你唯一一個CORONA可以 就是那個買一瓶啤酒叫做CORONA墨西哥 對呀 另外那個CORONA不要好不好 但你準備好回去了嗎? 沒準備好也要回去呀沒辦法 那你有沒有帶好CORONA的東西? 有啊在這裡呀 挖鏡在裡面 我上飛機就要帶挖鏡 那為什麼你要回美國? 因為我在美國上班啊 因為你沒有什麼 我沒有印鈔機呀 我要回去多買兩台Printer 你這次玩得愉快嗎? 非常的愉快 非常的愉快 全部的錢花光了 太爽了 啊啊啊啊 很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